隨著東京電玩展開幕 SEGA 公布了更多新作 《人中之隆七光與暗》的去向的情報 在傳奇角色藏身英馬的故事落幕之後 這一代故事將描寫全新角色 春日一番在新舞台橫冰 伊氏左幕一人亭裡 與夥伴們一同打拼的熱血軍馬 戰鬥玩法也有比以往單打比鬥的設計 採用了全新的動態指令RTG 戰鬥 玩家將透過指令指揮夥伴 發紅各個隊友的常才來擊倒敵人 例如牛郎可以使用薑冰來噴的對方一臉 舞者能夠原地歐拉歐拉的 把圍住你的對手打得暈頭轉向 夥伴們也能夠一同使用強力的必殺技 連手將對方打倒 戰鬥之外募集各行各業的夥伴 一起打拼賺錢 可是非常重要的喔 相互選手 屠夫 鬼夜的囚犯 以及小龍蝦 這些看起來毫不相關的夥伴 可是會各種仇裁與彌彤出身入死呢 而系列經典的娛樂小遊戲當然也不能少 這次將加入卡冰車 經典幣語院 資格考試 公司經營等全新內容 究竟全新的人中之龍 還會帶來哪些驚喜呢 就讓我們一起來期待吧 這些新聞 athletic的大雨 使用網絡全新的經典機 還會切成所短的 破均